当心珠宝 百达斐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诗奇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周末好去处 我将会在本单元为您介绍湾区周末即将到来的活动 无论您是寻求亲子时光 恋人之旅 好友相伴 或是独树空间 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新 最值得您体验的活动资讯 下面为您介绍我们精心挑选的11月5号到11月6号将会举办的活动 如果您是一个对茶道文化感兴趣的人 一定不要错过本周末举行的旧金山国际茶节 品尝当地和全球生产商的茶 还能将品茶的瓷茶杯带回家 了解每杯茶如何带来不同的体验 Every cup of tea is a story 每盏茶都有自己的故事 快来品尝您那杯茶带给您的故事吧 活动位于旧金山Fairy Building Marketplace 11月5号至6号连续两天 从上午11点至下午5点举行 票价由25元至40元不等 详情可搜索SF International Tea Festival 2022 看过迪士尼电影Coco的朋友们一定对墨西哥王林杰有所了解 它是一个纪念死去的朋友和家人的节日 虽然如此 王林杰的气氛并不那么肃穆 反而是一个欢庆的节日 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是在San Mateo历史博物馆的第11节王林杰庆祝活动 博物馆门口的广场将变身为音乐家 舞蹈家 艺术家 再次表演的场所 唐头谷万寿局将中视整个广场 游行队伍将穿过红木城市中心 传统食品和小贩摊位将沿街排列 欢迎您11月6号下午4点至晚上9点 免费参观位于Redwood City的San Mateo County历史博物馆 观看美丽的王林杰活动 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的每周我们都会为您总结湾区周末大小活动供您参考 祝您生活愉快 房屋市场太微妙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呛不到 本公司买屋卖屋及贷款为您量身才一把准时机 买得低卖得高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精算子买屋卖屋及贷款一步到位 买卖趁心贷款开心 真可为贷款做得好 全凭数学脑 买屋卖屋庙 精算子出奇招 惠敏博士便于清华 Duke及Stamper 电脑神算 过目不忘 享誉加州 请速电510-353-0855 或上网www.gingerlone.com查询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来到西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惠敏时间 惠敏您好 周乐您好 各位听众 大家好 时间过得很快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 在这过去的一个月中间 利息的情况 大家都略有耳闻 我们今天也会由惠敏 从实业的角度 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现在到了11月12月 年底的贷款 以及房地产的情况是怎么样 先看好奇的 想要知道 湾区房市的情况 湾区的房市现在是这样子 买的人 就是买的人 其实真的是买方市场的 这跟当年 当然跟最近经济大衰退 股票大缩水有关 还有能跟季节性有关 反正不管怎么样 每年的6月份到12月份 即使是房价涨得最狠的时候 基本上买方都有点 机会减漏 但今年漏减的比较大 最主要年初 只要涨得太狠了 当时涨得有多狠 现在漏就有多大 反正漏度很多了 但是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的 哎呀 乘的时候特别开心 没买到的时候 哎呀 那个情绪高涨的 又高涨的不漂亮 接着买 接着买 接着加 接着加 但是现在其实好多漏 可以剪的时候 很多人说 我再等等 再等等 这种心态要不得 真的 99%的俗人 就是这种心态 1%的高人 他就是 哎呀 别人买 我就躲 我就不抢了 我就睡觉去了 别人都不上场了 哎 现在是我 大显身手出来 学末的时候了 这个学末的时候 既然自己的雄心大志 已经定了 可是你碰到一个 不务实际的卖方 你拿他怎么办呢 不务实际的卖方 那是很简单啊 你就晾着他呗 比如说不务实际的卖方 他本来那个房子出下 他本来啊 比如说好的时候 那是丑姑娘也卖的出去啊 也嫁的出去 但是等到经济不好的时候 那是皇帝的女儿也筹家 对不对 这时候就有这样子 比如说年初的时候 三股一个房子 四月份 一个周末 哎呀 他没想到那么贵 加到那么贵 加到300万卖掉了 那邻居就不服气了 我的房子又大了200尺 地又大了2000尺 他七月份上市 无人问津 绝望的降了30万 还是无结果 就短短的三个月 就时间差就 就就打下来了 所以这东西啊 就是卖家来说 你放了三个月 卖不出去 没人出价 他不得降吗 那再没人出价 可能再出个更低的价 他得考虑考虑了 就这么简单 对三个来说 你到最后不是 你的房子的漂亮决定 是市场决定的 就这话说的太好了 市场决定 其实就是买方 在决定买价 对不对 买方愿意出多少钱 你的卖方要match到 那么你就得卖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好 来看 这个来讲一讲 在未来两个月 11月12月份 这个展望又是怎么样呢 根据现在的利率 其实不止加州 在德州也是一样 你在德州买房子 现在也是7%啊 一样的高利息 对 大家一样的利息 大家都高 对 我的转房是这样子 买房子不管怎么样 不管房价高还低 永远买房子 就在加州买 只要加州人就在加州买 如果你要是投资 你在加州周边附近吧 如果你钱少少 你哪怕在咱们的附近买个小condo也OK 如果你钱多多呢 你这个时候就悄悄悄悄捡换个大房子 没问题 但是加州人买房子的大级去外州 那是劳师喜悦 你打银杠的 而且呢 他们就看咱们加州人钱多人傻 什么时候 钱多人傻 钱多人傻 我记得每次 我什么时候知道房市到头了 只要加州人拼命到外州去投资 又一会儿到德州 一会儿到北卡 一会儿到福朗尔达 我就知道房市的冬天快到了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规律吗 我从几年前开始就讲 因为这前就是后人啊 不断的犯我们前人犯的错误 就是前几年人犯的错误 都是我们十几年前犯的错误 所以一直你过来人的口气 我跟你们说 哎呀不要犯错误 不要犯错误 而且特别是买房子这种 这种啊 就是咱们搬去呢 顶多站岗也是站个三五年 一回头看全是白菜价 那外州的港站的不是三五年 十几年啊 我就记得你要跑到佛罗里达 你2005年买的房子 去年刚刚出水 今年可能又下去了 所以呢 那特别是年轻的时候 年轻人 你刚开始要假如说你投资 就是做 这一句话特别重要 就是说你做生意啊 什么时候都可以亏 就刚开始不能亏 你刚开始亏 你的一辈子的市区都打下去了 是 如果你刚开始投资 买错地方了 我估计你要用很长很长 很长时间去修正了 嗯对 呀 不但financial的situation 是要很久才能recoup 尤其是信心就完全没有了 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对 好 好 那这个是房地产 在矽谷湾区的展望 那您觉得啊 在最近像stripe啦 lift啦 然后加上今天的推特 还有其他的几个公司 他们在当初要回到旧金山去上班的时候 或在要租房子的时候 San Francisco的mayor给了他们很大的福利 都扶植他们 让他们能够站起来 自己的业务能够恢复 结果现在呢 因为经济不好 这些大公司 哦 还要加上salesforce 这么大的公司 这么大的公司 layoff搬家 简直是就像 Downtown San Francisco 那个Howard Street 几乎一半就 commercial office building 就已经空掉了 这种情况 会不会影响到 residential San Francisco的market 以及周边的南三分市啦 San Mattel啦等等 这一定会影响了 但是呢 我是这么想的啊 一般啊 就是在城里买房子的人呢 好多人就是 就小年轻啊 喜欢住城里 他有的时候住啊 Parmant呀 或者如果这个时候呢 他都可以 小年轻也不怕 你可以到湾区的 回来再买都可以 对吧 但是呢 年轻人啊 有的时候就在 就在湾区工作 就在Mountainville工作 哎 在Google的员工啊 他还住在城里 所以呢 当然会影响 但是我一向认为 就是买rental property 城里啊 并不是特别好的选择 不管是market好 还是market不好 都不是特别好的选择 因为毕竟啊 他那个租房都太麻烦了 如果你当然 你是原住民 你买了也没关系 你现在挑 简陋的好时候 对吧 如果你要是 真的要是去买rental property 你觉得 哎 你边现在比较便宜 我去买 但是以后管理权 也是个挺费劲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连旧金山的rental property 但是人住在南湾 要管理起来 都心里有个负担 尤其是 如果是您 请property manager在管 我说他其实做的 也不 不一定像我们这么尽心尽责 但是自己去亲力亲为 你到那边去找个handyman 找一个电工 都不熟悉 好麻烦啊 这钱贵的钥子 先电工哦 原来这个handyman来一趟 大概你就是跟他讲好了 一小时大概有50块钱 即使是你常用的电工啊 现在一小时都要涨价 早已25了 有的时候随便跑一圈啊 几分钟 要赚了一小时不到 帮你改个这个 帮你改一个那个 500块钱就没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现在handyman是越来越有钱啊 越来越贵 反而是工程师也底气很足 其实工程师挣钱还是多 特别是我天天看人家 看人家的paste 对吧 看人家w2 看tax return 没几年翻一翻 你不要难过 只不过是湾区人 房价越买越高 然后税要越交越多 然后钱越来越不舍得花 但是话又说回来 工程师当久了 就什么事情都是要坚持 工程师当久了 你要是小年轻的时候 哎 过个三五年 他马上那个 赚的钱就不一样 在同一家公司 熬个十年左右 基本上是打拿了工资 但一拿到都是很漂亮的 特别是在那种 FLAG这种大公司啊 真的是 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有些人 我就有时候 老考虑这么一个问题 有些人在start up start up 然后蹦来蹦去 今天蹦两个 明天蹦两个 总希望有一天 能发个大财 结果还不如 老老实实 有的时候就是 静下心来 在一家大公司 开开心心的时候 到最后 挣的钱多 就这么点 多年的媳妇 熬成婆的这个 对了 这个原则 有时客户 讲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事 他说你看 我永远不可能被lay off 为什么 所有的 你看我这个公司 工作了40年 下面的manager 下面的dracker 都是我招来的 你说他们能对我怎么样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是是是 然后到退休的时候 薪水也高 然后这个退休金里面的钱也高 好 啥都不用想 还真是不用担心 way off的问题 对吧 对对对 其实我们来讲一讲 这种生活跟经济 间接有关系的话题 也是挺有趣的 好 现在来再讲一个 有点伤心的事情 贷款的利息 来到了15年以来的 最高峰了 最高点了 不过已经不算伤心 但是我其实说实话 我看到这个rate 虽然15年来最高点 那是 Findy May Friday 因为是 前两天都涨到4.15了 前两天都涨到4.3了 2007年10月份以来 最高的水平 但是给你们讲一个 大家不要太难过的消息 你知道我们当时15年前 就是如果要是2007年的时候 10月份 你做个Super Jumbo 那时候Super Jumbo的标准 也不过太多60多万 就属于Super Jumbo了 那时候Lender 不管5年 还是7年 还是10年 都是最少6.75的利息 最少 30年都7.5的利息 那时候最少 但是现在其实 Super Jumbo的利息 并不是很坏 它蛮友好的 特别 因为你现在Super Jumbo 你肯定是Purchase 如果你要Refi的话 去年天天早Refi完了 对不对 我们能做3.0以下 该Refi的全Refi完了 只不过是Purchase 你看到现在利息 哎呀5点几 哎呀5点几 比如说你就算做一个ARM 5年的 或7年的ARM 5点几 5.25 5.5之类的 你看到很伤心 但是我还是要安慰 安慰你们 跟当年比下来 还是少很多 尽管现在10年工资回收率 比当年更高 但是Lander还是相当相当的友好 对 有W2 有Paystub 可以查收入的 特别是你银行里 还有一大笔钱呢 他可以转转给你加量利息 那还是很友好的 不要难过 房价虽然 当然你现在利息高了 房价比原来跌很多啊 对不对 你去年这个时候买个贵房子 或者去年到这个时候 哪怕今年年初买个贵房子 你不小心给人无脑加价 一来二去价 可能差到100万 都不是你相信吗 绝对有这样的事 因为 我一会就用一个实力告诉你们 为什么有这种事 我可以把一个数据打开给你看 去年 就今年年初 一个房子 Copetino的一个小房子 一个差不多 就2300尺的房子 6000尺的地 这样一个房子 要价要2.7 你到底加到多少去 加到3.8 哦 哇 加110万呢 但现在他敢吗 他即使要3.2 别人还砍半天呢 他敢吗 所以呢 你也不要难过那个利息 利息高是3.4 你低息只要1高 大家都说 哎呀 房价还要跌啊 这时候只要你上涨 只要你勇于去杀价 然后不要怕脸皮厚 OK 脸皮不要怕薄 你咱们赚钱 咱们一定要脸皮厚 对不对 就是给他们死定砍 血淋淋的砍 在那经常会投降的 特别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讲给你听 一个实力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我们先进一段 工商资讯吧 回来以后 一开始就来讲 这个很精彩的实力 听众朋友 访问的嘉宾是惠民 进一段两分钟的工商资讯 马上就回来 资深贷款顾问江丽 分享万通贷款 如何帮助消费者 危机中找出好的利率 健康保险专家 Simon Chu 讲解奇音健保 Sanaclara County 改变事项 欢迎报名参加免费讲座 独家冠名赞助 GMCC万通贷款 James Jean 西资深贷款经纪Max Team 分析美东投资的机遇 11月5号 6号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现在年金的rate 涨崩掉了 从来没有这样过 空前大暴涨 抗跌神器 倒算指数法 保证无下跌 再放大系数 两到三倍 抗空胀神器 终身收入年金 空前大暴涨 我多久 领多久 涨终身 万富理财 本周六晚 七点直播 全方位财税奖座 由国税局注册税务师 荣获46个美国和国际大奖 一望瑶 共同主奖 成为无下跌免税大忙 就从现在开始 408-432-9010 408-432-9010 masterlifefinancial.com 大家好 我是吴同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已经超过65岁 并且已经有Medicare 是时候来重新检查一下 您现有的医疗保险 是否有改变 也是时候来选择注册 更适合您的医疗保障计划 免费咨询电话 408-677-7418 耐心细致专业 是我的服务宗旨 我是吴同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电话408-677-7418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 有同步直播live streaming了 再也不用担心 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 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smartphone 或家中电脑 登陆svcmedia.net 每晚7点到8点 点一下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the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一周七天 一天24小时 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了 请记住 登陆svcmedia.net 点一下broadcast the play按钮 就成了 硅谷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 请请奉上 27500 La Vida Real Los Altos Hills 至尊荣耀 五房七全域 五半域 20982平方尺 占地8英亩 要价3999万8 33 Emily Avenue Asiton 极致奢华 现代空间 七房七全域 四半域 9800平方英尺 占地37000平方尺 要价1898万8 详情请致电 德利昂 650-785-5822 650-785-5822 房屋市场太微妙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呛不到 本公司买屋 买屋及贷款 为您量身才一把准时机 买得低 卖得高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 省心 梦里笑 精算此买屋 卖屋及贷款 一步到位 买卖趁心 贷款开心 真可谓贷款 做得好 全凭数学脑 买屋 卖屋庙 精算子 出奇招 惠敏不是便于清华 Duke及Stemper 电脑神算 过目望 享誉加州 请速电510-353-0855 或上网 www.gingerlong.com 查询 听着朋友 欢迎您回到 矽谷华人电台 惠敏时间 惠敏 开始来跟我们讲 这个精彩的案例 好吗 好 这个案例虽然我们没在 这个finally没拿到 但是 虽败油荣 我就知道怎么砍了 就觉得我这个脸皮厚 也没有不好意思 真的是很对 而且我的客人 因为这件事 对我简直太膜拜了 就说好 不要紧 我们下次再来 跟你讲一个搞笑的 一个故事 这么一个房子 台价3.3 真的是好地 当然不是像南湾 中半岛 那当然是山谷地区了 因为那房子 确实非常漂亮 南湾的人到那边 一看 3.3就应该很漂亮 3.3听起来在这个 很高了 很豪华了 这年初的时候 B.0就卖掉 你可能开价3.3 一天就拿走 但后来就是过了时间了 你3.3 你开了价 过了6月份以后 你开价3.3 没戏 然后塞了很可怜的 绝望的降价了60万 因为他邻居卖了3.3 他才敢开3.3 是 好 开了好久 大概差不多有三个月 没卖掉 然后绝望的降价了60万 降价60万 按道理2.7 已经很便宜了 这个时候呢 买方也很开心 就买方说 这个价格我都跟你冲过 就是说 当然我就说 但是太太呢 又有点犹豫 太太就说 哎呀 会不会还在降啊 是吧 他们两个人就那 我说咱们来 咱们还没试过那边的市场 不知道砍价 到底它现在能砍 让我们砍多少 我说来 咱再来试一试 我就狠狠地给它砍了20万 砍不大吧 2.5啊 对 我就砍了2.5 然后当时呢 我们是noncontingency 但是我后来我就知道 哎呀 我其实还就差那么一点点 其实我当时我心里机灵了一下 我砍了2.5 那个listing agent一遍一遍的 不是open house吗 其实他当时给我打电话 他给我打过电话 一般你要有这种感觉 如果你开了一个价格 虽然就开了一个 ugly的价钱 非常低的那种杀猪价 如果他要给你打电话 其实你别看你这个杀猪价 其实有戏的 你只要积极配合一下 也许 哎呀 我当时就脑子擦了那么一点弯 我当时他就说 哎 你出2.5 那么 哎 我们再看哦 有没有可能会update一下 我们要会 他没说counter 他说会update一下 当时其实我转个弯 我说 哎 我要再给你加个1万就好 但是我没有 当时忘了说了 所以我心里特别特别密疚 我就 一起来杀了个2.5 然后居然 你知道吗 Sella 没给我卖给我 但是告诉我 同样的一个deal 别人也是2.5 只不过是cash deal而已 你看我狠狠 我砍了20万 哇这个价钱抓的真准哦 真准 所以他们说你怎么这么准 我说我也不知道准 我就是脸皮比较厚 给你试一试 既然小事牛刀 这就是我就跟我们这个客人说 虽然没买到 不要紧 我们接过来接着再战 这时候呢 我就跟他说 下次咱们再干这事的时候 就特别简单 因为你想想 我一看你那个股票账户 对吧 就在一个大公司 工作了那么多年了 那股票账户 退休金账户 随便一拿开看 可能4500万左右吧 我们下次对不对 当然 我们这时候也干聪明的事 你以为那个账户买家 就真正的账户买家吗 有很多时候 我可以秀你东西 哇 我是个账户 contract上我说是账户 但是 同样是三十天之内close 那当然 塞了不会因为我写账户 Lender不会因为我写账户 不卖给我钱了 对吧 塞了虽然给我了 我转头我就去借漏 我哪怕借80%的漏 只要我的工资 quitator也可以啊 于是可能说 这一招好 下次我们就这一招 接着干 所以我认为 这个好日子我们很快就会到来 这个contract 虽然我们这次可以搞成 下次同样的地方 暑光就在眼前 所以啊 惠敏买房子 买到便宜的价格 真的是王道哎 对 因为你买到便宜的价格 你这么想啊 贷款利息高那么一点 低那么一点 差多少 顶多 我正在这个地方放下一句话 你说叫我对贷款 密息的展望吗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其实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做贷款 跟时间工贷 回去就说略有关系 就跟股票市场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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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系 好 现在利息这么涨 再涨涨再涨涨 就算年底再加息 可能到明年 不可能像今年这么狠的加息 再这么加息下去 我估计大小公司 全都哭跌喊娘 可能都要关门了 所以呢 明年加息的步伐 其实联邦对赛的来说 下猛药也挺对的 哇 时间降 然后他可能就一两年 或动不动 或者哗 往下降了 我认为呢 加息啊 到年底 差不多是快到头了 最多明年再坚持半年加息 可能 只要是不再完命加息的时候 那时候十年公债 可能就会开始买下降了 只要一降的话呢 没法 没法 对了 你多买了 房价多买了五十万 你要多少用时间去还回来呀 你利息即使高了个百分之二个百分点 也就一年的时间 才多交多点点钱 这个账咱们一定要会算 所以在利息高的时候 别人不买房子的时候 只要你弄能够了 当然为什么我们在利息高的时候 一定能买个便宜的房子呢 第一别人不敢买 第二呢 巴音趴我少了 塞了也不得不降价 对不对 那你少 你房子少 少花了五十万 和多付两万块钱的利息 比一比 算一算 大账和小账 谁不会算这个钱呢 你说呢 是的 是的 这个账 真的 房子 房价买的低 即使现在利息高一点 这个账算一算了 两年多付了 每个月多付一点 还是比房价买的高要便宜的高 用最低的杀租架拿到了 但是呢 那时候还不能说 你们没有close 现在可以公布公布的战果了 我们来讲讲故事了 请说 听众也喜欢听故事 对 挺有意思的 你想想 我来给你出一道题 如果一个Cupertino 一万尺的房子 一万尺的地 对不起 一万尺的地 两千四百尺的房子 而且是平地哦 大家都喜欢平地嘛 因为山上现在 原来是喜欢 在二十年前 大家都认为山上好的不得了 现在山上的房子 很多 很多insurance公司 都不卖给他们insurance 怕呀 对不对 买到那个 比较稍微贵一点的 很难买到insurance 所以山上的房子 二十年下来 它的涨幅啊 基本上非常非常的小 很多地方也许都不涨 我都给你算两个 下次给你拿几个实例看 二十年前卖什么 现在卖什么 基本上原价 都有这么伤心的故事 不要以为在湾区买房子 就是永远难涨价 不一定 OK 那就是山上的房子 有些地方 特别是那种山沟 皇帝远 九七十八弯 开车开到缺买 好不容易 到的那种地方 哇 那那这太难卖了 太难卖 太难卖 好 现在我们讲一个 回到我们这个故事 一万尺的平地 两千四百尺的房子 四房三玉 当然房子比较旧 1969年的老房子 当然人家也不是装修 都特别烂 还起码能住 能住人也 能住人 只不过都是original的那个style 就没有那什么fancy的装饰而已嘛 然后而且是Montavista 这种顶级学区 location没有什么大硬商 离高速也有依赖路 离那个最近的马路 也有隔了七八个房子 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硬商 你说这样的一个房子 你说应该卖多少钱 咱们来想一想 你用 你就是来做一个brainstorm 来想一想 你觉得这个房子 应该来卖多少钱 一万尺都是buildable的地 这个卖不少钱 这个 详细的数目 只能问你们这种房地产专家了 对你好聪明 把踢球又给我踢回来 要年租这样的房子 只要放出去 你说你要放2.99 我给你打赌 会被一帮无脑买家 最少给你抢到3.58 3.6 3.7 甚至加个80万都有可能 如果你只要开2.99 就敢给你这么加 因为曾经有过 比这房子小 一半的地 6000尺的地 只有1900尺的房子 开价2.7 居然给加到3.4去 你说我们这1万尺的地 2400尺的房子 你应该能多少 那我觉得这家3.6 3.8都是小意思 真的是有无脑的 这个房子当时开价 都已经是 哎呦不好意思的价钱了 太低了 已经开到2.88了 你想想 这开价很低啊 所以好多人都认为 是钓鱼价 知道吗 那所以当时看房子的人 真是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 那些人还在琢磨着 我们应该出什么价钱 我们要出多少钱 能把这个房子拿下呢 当时我们这个小夫妻 第一次转在这个南湾 本来是在别的地方 就别的 就在中半岛嘛 对我 我就后来我们讲 南湾也有好地方 他当时一不小心 是是 我们来看南湾吧 第一个open house 来看了 他看到有 他说这个肯定是钓鱼价 哇 这个价值太低了 因为我们中半岛 还要便宜 但我们这个能拿到吗 你知道我当时 干了一件什么事 好笑的是 他星期六看open house 我说人山人海 星期天我就去了 我一去完 那以后 看到哇 这么多人 按道理这个房子 真的是应该价钱 卖得很高 是 我也不想到 我为什么那天 那天什么 哪根脑子 哪根筋上 突然被变基了一把 我说你们想不想试试 咱们来试一下 就说试试底线 就说试试 这个房子能不能拿到 我们就出一个价 你知道我出了一个 我说拿不到也没关系 反正这个房子 修修补补的地方还很多 然后呢 但是我们要做几个精准准备 因为人家星期二就收offer 所以这种星期二收offer的时候 一个技巧就是 如果他星期四收offer 那我们可能就干不过了 星期二收offer 好多人还没反应过 这来呢 比如说我星期天 看完open house了 我还正在想 跟我的agent谈这个谈那个 然后还没想到 要怎么样拿到 这个价钱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星期天晚上 就已经把biscosure 全部签掉 pro-offer 放着准备好 pre-proof letter 我写 应该我是弄office 把这个很轻松 我写完 于是我就到星期一 一大早9点钟 就schedule好了 counter出去 我当时出了一个杀猪的价钱 2点55 哎呀 感想进吗 我就拿这么低的拉 我说咱们试试 拿不到不要骂我 他说我们不会骂你 我们就来玩玩 结果居然 哇 发过去以后 你知道吗 那个listing agent居然给我打电话 当时我都傻掉了 我说明明我们出offer的时候 经常你要出的价格 或者差很远 没有人会理你的 这么低的价格 怎么可能会理你 listing agent就问我 哎 你能不能 deposit in three one day 因为我们deposit 刚才写的 法律规定上三天 他当时一说one day 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说当然可以了 对啊 因为我一小客人决定了嘛 他只要能价钱给我低 我就决定了 他晚上一天就又给我打电话 他说能外辈某行 他说要不要加一点 我当时就跟那小夫妻说 我说加多少 我说你加一万 不好意思 加两万也不好 加五万 哎呦觉得很丢人 算了 我们就含原价 不加 就这么连机后 我这么连机太后 我说不假 结果练出来了 练出来了 就是需要你这种人 10点钟listing agent 打电话给我 算了给你了 为什么给我呢 因为点钟没有准备好 没有人给他写 我就是唯一的一个offer 还有人给offer 是 比如我们价格稍微 就多了一个几万块 但是一大只 一肯听进去 然后等我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评论给我说 哎 那个杀中盘 那个那个房子 我说被我拿去 他说啊 我们正准备出 想了想 我客人准备想 想再加个十万 不敢加 他被人骂 他说因为listing agent 非常厉害 是一个大人 要是我要加了他的话 这个黑名单怎么办 结果 我猜猜啊 又是 又是 Monta Vista的房子 的listing agent 又是大牌的 我猜猜看 就是那个女的 别人被吓死掉了 结果被我用最低的价钱买来了 就是我的客人说 哎呦 简直是 你知道吗 本来他他deposit不顺口 比如说3%的deposit 他没钱 只要拿这个价钱来 人家就是借钱 也能把deposit 当天就给你发过去 就是啊 然后listing agent说 我卖掉了 没关系 对他来说 无所谓 但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 咬紧牙关不顺口 一下子听话 杀中下 就把房子给拿下 就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listing agent 要求你们一天放deposit 这个也是就表示 你们对于seller的一个诚意了 对 然后你就答应了嘛 但是如果说 比较没有脑子的一些agent 他就在挣扎 说不要啊 我就要三天了 等等 那你就措施良机了 我当时听到他一天 我就觉得 他有意思 他说干嘛离我 可能我off 我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是蛮 contingent的 一天就给 然后到那天晚上的时候 我还在 我在我家厨房里 在吃个饭 一群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就跑到 我就跟那个小客人商量 我说 哎呀 你能加多少 加5000 不好意思 加1万我又不舍得 加5万 哎呦 拿不到 那不买给了吗 算了算了 咱们就不加了 吃吃看吧 也许就死都不怕 结果呢 我们就真的载到了 一头大肥猪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慧明 现在你用两分钟的时间 把我们最近的 贷款利息的情况 跟大家说说 怎么样 利息比较高 现在利息真的是很高 现在利息已经涨到了 就是 Vfinance市场 Vfinance的市场 基础全部瘫痪 对 Purchase弄来说 Findemade弄 其实瑞特也非常高 它不管是做 10年 30年固定 15年固定 都非常高 然后呢 但是 只要你弄我 Mont超过64万8 我们一个好的 一个Siple Jumbo Loan的 扑管 5年7年的利率 还比较友好 比如说Primary 可以做到5.25到5.375了 软能可以做到5.5到5.75了 这是暂时的过渡期 但是我认为 这种过渡的利率 还是非常的有算 顶多坚持一两年 曙光正在前头 利息一定会降下来 好的 好 谢谢你 因为惠民在房地产 还有在贷款业界 都做过好几轮上上下下的 看得多了 经验当然就多 心里也比较踏实 非常感谢你 惠民的电话号码是 510-353-0855 510-353-0855 欢迎大家编辑文字短讯 这个WeChat的号码是 敏惠Ginger M-I-N-H-U-I-G-I-N-G-E-R 敏惠Ginger 谢谢 感谢你 感谢你惠民 谢谢 祝你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的 听众朋友 下面请收听 是一个空硬的股票的节目 访问的嘉宾是J梗 进一段工商资讯 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已经超过65岁 并且已经有Medicare 是时候来重新检查一下 您现有的医疗保险是否有改变 也是时候来选择注册更适合您的医疗保障计划 免费咨询电话408-677-7418 耐心细致专业是我的服务宗旨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电话408-677-7418 他不止记录着时间 他传承着每一个美好时刻 来自日内瓦的悠久制表传统 顶尖工艺每分每秒 与您一同见证百达菲利的不朽传奇 百年传统与时俱进 写下您的永续经典 不只为了拥有 更为了世代传承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现在年金的Rate涨崩掉了 从来没有这样过空前大暴涨 抗跌神器 倒算指数法 保证无下跌 再放大细数两到三倍 抗通胀神器 终身收入年金 空前大暴涨 我多久 领多久 涨终身 万富理财 本周六晚七点直播 全方位财税讲座 由国税局注册税务师 荣获46个美国和国际大奖 一望瑶共同主奖 成为无下跌 免税大王就从现在开始 408-432-9010 408-432-9010 masterlifefinancial.com GMCC万通贷款 资深贷款经济降马 凭借资深的贷款经验 专业的贷款知识 为您提供各种买房贷款方案 帮您实现买物梦 降马为您提供各种超低利率的 不查收入贷款方案 薪水收入只需要雇主提出收入证明 自顾人士只需提供自己准备的损益表 不需要看报税 欢迎致电降马了解详情 408-858-3198 408-858-3198 听众朋友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股市的前景 访问的嘉宾是G梗 听众朋友 也欢迎您的扣印电话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进来了 我们按照前后顺序来解答您的问题 G你好 欢迎您 周五愉快 大家好 周小学好 美股在11月4号礼拜五收高 但三大股指本周都是下跌坡 美国10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26万一 超出市场的预期 失业率攀升到3.7% 市场正在评估非农就业的数据 对于美联储局政策的前景 可能产生多少影响 截至收盘道指上涨401.97 涨幅是1.26% 报32403.22 纳指上涨132.31 涨幅是1.28% 报收在10475.25 标普白指数上涨50.66 涨幅是1.36% 报3770.55 看看一个礼拜的成绩 道指累计下跌1.4% 标普白指数下跌3.4 纳指下跌5.7% 纳指还是下跌的最多 那这个礼拜呢 是业绩报告的高峰州 同时这个礼拜呢 裁员潮也是大批的降临 可能最brutal最残忍的就是推特 推特加上这个在在旧金山的好几个公司 像Salesforce啦 Lift啦 通通是在这个礼拜宣布了裁员的消息 那三番市的市长呢 大声的愤怒的在喊啊 说当初你们要求要进三番市 要求我们市政府给这个福利 那个福利 我们通通都配合你们 现在你们经济一不好 通通要撤出旧金山 让我们Hower Street里面的半条商业街 都已经停顿 都是空污 你的良心何在 哇这个真的是很面临很现实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经济要怎么样回转啊 大家就要用投票的方式 在下礼拜二 投出您神圣的一票 希望能够回转 扭转现在经济这么不好 并且这么多犯罪的事情 希望少一点发生 不要这样继续下去了 打击民众的信心太厉害了 好 我们讲完了 吐了一点苦水啊 请您讲一讲 在洛杉矶方面的 这个关于经济 关于股市 您的感想 作为我们的opening remark吧 好的 那么近期的话呢 我们是看到 这个我们生活方面的话 这个原油的这个价格 汽油价格在下跌嘛 但是我们看到 整个原油的这个价格呢 还是持续的 持续的就是维持在高位嘛 八十九元九十元左右 那么也说明了这个政治方面的因素呢 目前来讲是 是配合的政治 政治方面的因素 那等这个中期选举结束以后的话呢 我们应该会看到整个这个能源 能源类板块的这个行情啊 应该开始恢复 几乎继续的回复上行了 那原油的话呢 有可能还会再一次的突破这个一百元 所以说呢 接下来的 这个生活的成本的压力啊 也是 也是会 也也会不少 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 美元加息 就是说那个 这个美联储 接继续的这个加息 在这个礼拜 才又宣布了增加 0.75% 是的 然后呢 下个月的话呢 还要预计增加 0.5 0.5 我觉得 反正这个是 世代必行的 因为加息的话呢 这个 才能体现出 整个这个美元的 这个吸引力 那么相对于 这个其他货币来讲的话呢 是继续的去 卖出 其他的货币 然后呢 买入美元来进行一个 资产的一个 重新的配置 那么对于 美股来讲的话呢 不错 今天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市场啊 像做了一个过餐车一样 那么科技板 科技这个指数的话呢 纳指 有涨转跌 然后呢 再一次的这个收涨 收涨到这个 尾盘收盘 整体的表现呢 还是令人 非常的满意的 那么 对于整个 比如说像 美元对 人民币吧 这个是我一直在 关注的 那 我的体会呢 就是说 人民币呢 在今天的行情当中啊 它出现了 大幅度的一个 升值的一个状态 说明呢 在这个美元强势的 这个前提下 那么还是 这个中国 中国方面还是进行了 货币的这个 这个干预 那么我这个干预来讲的话呢 无非就是让人民币呢 显得更加的 这个值钱 更有价值 那么在市场的操作当中的话呢 无非就是说 缩减它的这个流通量吧 那么对于 所以说呢 目前来讲的话呢 美元和人民币 其实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 博弈的一个状态吧 那么美元这边 我持续的加息 让美元呢 更加的这个 坚挺 强势 那么另外的话呢 那么人民币 想要维持它的 这种强势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在之前的 一些年头当中 中国的发展 那么也运出了 很多很多的钱 所以说呢 他们也 中国方面也是会 这种收紧赢恩的方式 来这个控制 这个流通的 这个货币量 那尽可能的来 抵消这个美元 甚至带来的 带来的一定的压力 但是从 如果说 从最后的结果上看的话呢 如果说中国方面 如果能挺得住的话 假如说这个整个的一个 资产的一个贷分 就是资本的贷分 如果说这些资本 在大部分的老百姓 手中的话 那么我相信 那么中国的这个 人民币的一个升值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稳 非常稳健的一个趋势发展 如果是说 整个这个资本 在一些少数的群体当中 涨空子的话 那么我相信 一旦人民币 这个坚持不住 继续放水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会 有可能会出现 这个破八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说呢 目前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是 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吧 这是我近期通过 这个美元对人民币的 一个汇率 所有的一个感悟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下一周吧 我们还是看眼前的 下周的话呢 三大指数 我认为呢 应该能出现一个 高开高走的一个格局 因为毕竟在上周的话呢 已经跟大家所提示到了 那么由于是 本周是这个10月份 和11月份的一个过渡 所以说呢 难免的话 有一些震荡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 周一到周四的盘势的话呢 还都是以这个涨跌 涨跌为主 周五的话呢 这个收盘还是不错的 表现的话 体现出整个这个市场的话 还是愿意持股过这个周末 那么同时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了黄金 白银 他们的这个走 本周的走势的话呢 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 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 那么三大指数当中的话呢 目前表现最好的 还是道指 然后呢是标普 然后呢最后的话呢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 所以说呢 投资者想要进行一个选股的 或者是一个接入市场 每一个顺序的话 还是优先去 去这个 考虑这个道指 然后呢考虑这个标普 因为毕竟道指来讲的话呢 之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呢 已经反复的强调过了 但首先呢 它的这个成分股比较少 30党成分股 如果说整个的一个资 资金想要就是 对市场来讲 起到一个维稳 或者是经常也会出现 这个资金往道指转移的现象 会起到一个避风港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纳斯达克指数 它的这个走势呢 是比较落后的 最近的话呢 也是的确是往这个道指上 去进行转移的 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呢 道指已经给出了一个牛 一个看多的一个 牛市看长的一个 一个节奏吧 所以说呢 在近期的行情当中的话呢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 道指的话会出现 希望它带领的其他的两档 两个指数 出现这种拉升的一个行情 那么这样的话呢 也会配合着整个这个 分纳指数 在年底的一个 收官的一个行情 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 这个数字货币市场 比特币 还有以太坊 那么在近期在上一周 或者上一周周六周日的 这种行情当中的话呢 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这都是这个美元或者是资金 非常充沛的一个表现 好 谢谢杰根 那么再讲到道琼斯排名第一 标普500排名第二 纳什达克排名第三 可能是这个高科技股里面的钱 都往标普500和道琼斯 这个sector里面进去 那您所建议的是买ETF 各种不同的ETF呢 还是买里面的个股呢 这个是我们在进工商资讯 回来以后 要请您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同时现在热线电话全开 650-968-2000 650-968-2000 我们欢迎 并且等待您的空饮电话 好 借根休息一下 两分钟之后回来 好不容易找到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可是关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 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ood game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 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ood game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 有同步直播 live streaming了 再也不用担心 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 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smartphone 或家中电脑 登陆svcmedia.net 每晚七点到八点 点一下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the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一周七天 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了 请记住 登陆svcmedia.net 点一下broadcast the play按钮 就成了 Max Real 帮您早日搬进 温馨的家 让您卖房经历 轻松愉快 为您提供 全面的高质量地产服务 团队作业快速到位 Yes Max Real 大家好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已经超过65岁 并且已经有Medicare 是时候来重新检查一下 您现有的医疗保险是否有改变 也是时候来选择注册 更适合您的医疗保障计划 免费资讯电话 408-677-7418 耐心细致专业 是我的服务宗旨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电话408-677-7418 资深贷款顾问张力 分享贯通贷款如何帮助消费者 危机中找出好的利率 健康保险专家Simon Chu 讲解奇音健保 Santa Clara County改变事项 欢迎报名参加免费讲座 独家冠名赞助GMCC 贯通贷款James Jean 系资深贷款经济Max Team 分析美东投资的机遇 11月5号6号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现在年金的rate涨崩掉了 从来没有这样过空前大暴涨 抗跌神器倒算指数法 保证无下跌再放大系数两到三倍 抗通胀神器 终身收入年金空前大暴涨 活多久领多久涨终身 万富理财本周六晚七点直播 全方位财税讲座 由国税局注册税务师 荣获46个美国和国际大奖 一望瑶共同主奖 成为无下跌免税大王 就从现在开始 四顶八四三二九零一零 四顶八四三二九零一零 masterlifefinancial.com 听众朋友 在这个礼拜天凌晨两点钟 那下令时间就要结束了 希望您在礼拜六睡前 把时钟拨慢一个小时 这样子的话 在礼拜天就会有正确的时间 来带领心理也准备好 但是现在所有的手表啦 或者钟啦 都有自动调整的功能 就是心理稍微要知道 下令时间在这个礼拜天的凌晨两点钟 就结束了 好 听众朋友 我们在等着您的空音电话 6509682000 J 那按照这个惯例呢 我们现在来先问先答 第一只问到的是美国的天然气 UNG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UNG今天上涨9.01% 今天收盘的价格是20块8毛2 好的 那么UNG的话呢 本周是出现了一个洗盘的行情 那么整体上的话呢 周五的话呢 是伴随着这种拉升 短线局部呢 是超买 收盘的时候呢 在一个主利率上 是20亿元左右 逢低的话呢 可以继续的介入 支撑点位的话呢 20块2毛5 目标的话呢 我们看23块半 那么说明整个这个 天然气的话呢 这个价格呀 还是短线上 还是要出现上涨的 嗯 好 下面也是一只 Starbucks的股票啊 它的代号是SBUX 今天上涨8.48个percent 跳空上涨 价格是91块8毛6 好的 那星巴克的话呢 目前的收盘节奏呢 是一个十字星 短线局部超买 那这种超买的话呢 是伴随着这种强势的一个 呃 详强势的一个节奏 呃 那么 逢低的话呢 是可以继续考虑介入的 突破点的话呢 是在90块2毛5 那么看到这个点位的话呢 可以分批买进 那么短短线上的这个均线啊 还没有跟上来 所以说呢 假如说 嗯 下周的行情是出现一个高开 高走的 呃 市场是出现一个高开高走的话 那么 像星巴克这种比较强势的 由于业绩的原因 引发的这种上涨行情 还会继续的强势的拉升 呃 可以 呃 可以继续的介入了 我觉得 哇 整个这个节奏 也是非常的不错 今天听众朋友问中国的股票蛮多的 下面听众朋友问到 阿里巴巴今天上涨7.05% 价位来到69块8毛1 百度今天上涨9.02% 收盘价格是85块2 他说如果要挑一只的话 请问哪一只比较占有优势 好的 那么如果说想要占有优势的话呢 呃 首先啊 这个百度的话呢 呃 从 他从120元的价格跌到了目前的这个85元 呃 整体 他和阿里巴巴的话呢 都是没有出 短线上出现的都是一个超跌反弹的行情 呃 超跌反弹 对超跌反弹 尽管短线上这个反弹的幅度的话呢 也也不小 但是呢 呃 短期的话呢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扭转节奏的出现 也就是说 像这个百度的 相比之下吧 百度的话还是 呃 他的这个支撑点位呢 是在81元 那么阿里巴巴的话呢 呃 目前来讲的话 他的支撑的话呢 是在60 呃 68元 呃 那么相比之下 我认为还是百度的这种反弹的这种呃 后期的这种幅度啊 啊 还是有的 嗯 稍微的可以关注一下百度吧 百度哈 BIDU 下面看到AMD 他又浮上台面变成分析师 非常喜欢讨论的股票 那这位听众朋友就说 合时是买价 合时的买价 今天上涨3.46% 对于AMD来讲 上涨这种百分比是相当强的 现在的价位是62块1毛9 好的 AMD的话呢 业绩已经报过了 那么 短线上的话呢 目前看是已经出现扭转的节奏 呃 局部的话呢 略有一 略有 呃 超买 呃 61元呢 是揭露点 逢低可以揭露 继续的看反弹 目标的话呢 我们先放在68元 68块钱 好 下面这个代号是 对我们节目来讲是比较陌生的 它的代号是 T for teacher P for Peter X for X-Ray TPX 今天上涨7.15% 价位28块9毛1 好的 那么PPS的话呢 这档股票整体上 反弹的也是不错的 呃 今天是高开高走 光头光脚的大阳线 呃 短线局部呢 超买 支撑的话呢 27块7毛5 同地介入 收盘的时候呢 触及到了200天均线上 所以说呢 短线 尽量的不要去追高 但是后期的话呢 可以继续的看涨 呃 目标的话 我们可以暂时的先放在34元吧 34块 所以他还是在继续看涨 但是您又提到了 这个已经是出现了超买的这个现象了 会不会担心 呃 短线是局部的超买 呃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呃 如果是追涨的 尽量不要追涨了 还是喜欢在这种逢低 呃 局部修正 获利回吐的时候 嗯 就是介入就可以了 目前来讲的话呢 就是 这种股票还是出在一个盘整的过程当中 但是拉升的 拉升的概率呢 是很大的 Square这个股票呢 呃 在疫情期间非常受到大家的青睐 尤其是在2020 2021 那今年是还是成为一个下行坡 但是他今天上涨11.5%给了大家非常大的鼓励 那听众朋友说Square是不是可以密切注意什么时候买进是合适 他的前景如何 好的 那么 那么 Square的业绩的话呢 也是报过了 那么短线上的支撑的话呢 我们还是继续关注 呃 57.75吧 然后呢 止损的话呢 我们就在 我们仍然是放在 50 呃 54元左右 呃 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呃 因为没有业绩的压力 所以说呢 反弹的话呢 我们可以呃 把目标点位呢 嗯 先放在70元 好 听众朋友 我们还是可以有够时间来回答您的问题的 6509682000 下面听众朋友问到是Apple 他说为什么Apple最近其他的科技大型股都上涨 而他还在下跌 138块三毛八 好的 苹果电脑的话呢 那今天是呃 今天是高开低种 算是一个洗盘 那么近期的话呢 呃 周四周五也好 那都是出现了这个两个阴线 那么目前看的话呢 是由呃 由洗盘的这种 这嗯 这种迹象吧 那么止损 如果介入的话呢 止损就要必须的放在134元 说完跌破这个点位的话呢 就要考虑这个暂时出局了 嗯 那目前看的话 主力的话呢 还是放在145元 呃 那么从节奏上来讲 苹果还是还是比较弱的 那如果说你要想呃 介入的话 目前还是操作一些强势股吧 好 对 强势股在involve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好 下面是newmount的corporation newmount mining黄金挖矿股 NEM今天上涨8.47个percent 40块9毛9 好 NEM的话呢 今天是高开高走 呃 是属于超级反弹 那么昨天的话呢 也是出现了这个破位 然后呢 今天的话呢 再一次的 呃 JAYGENG001 JAYGENG001 非常感谢你 JAYGENG001 周末愉快 下次再谈 拜拜 嗯 再见 拜拜 听众朋友 下面听听周末好去处 祝您周末愉快 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诗奇 欢迎收听 西谷华人电台 周末好去处 我将会在本单元 为您介绍 湾区周末 即将到来的活动 无论您是寻求 亲子时光 恋人之旅 好友相伴 或是独树空间 都可以在这里得到 最新 最值得您体验的 活动资讯 下面为您介绍 我们精心挑选的 11月5号 到11月6号 将会举办的活动 如果您是一个 对茶道文化感兴趣的人 一定不要错过 本周末举行的 旧金山国际茶节 品尝当地和全球生产商的茶 还能将品茶的 瓷茶杯带回家 了解每杯茶 如何带来不同的体验 Every cup of tea is a story 每盏茶都有自己的故事 快来品尝您那杯茶 带给您的故事吧 活动位于旧金山 Fairy Building Marketplace 11月5号至6号连续两天 从上午11点至下午5点举行 票价由25元至40元不等 详情可搜索 SF International Tea Festival 看过迪士尼电影 Coco的朋友们一定对墨西哥 王林杰有所了解 它是一个纪念死去的朋友 和家人的节日 虽然如此 王林杰的气氛并不那么肃穆 反而是一个欢庆的节日 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 是在San Mateo历史博物馆的第11节 王林杰庆祝活动 博物馆门口的广场将变身为 音乐家 舞蹈家 艺术家 在此表演的场所 唐头谷万寿局将装饰整个广场 游行队伍将穿过红木城市中心 传统食品和小贩摊位将沿街排列 欢迎您11月6号下午4点至晚上9点 免费参观 位于Red Bull City的San Mateo County历史博物馆 观看美丽的王林杰活动 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的每周 我们都会为您总结湾区 周末大小活动供您参考 祝您生活愉快